没有错 这个宋主席跟这个林瑞雄 他们一起到友台去接受过访问 然后呢 后来大家都很紧张 亲民党的都很紧张 然后事后呢 就一直不断的问说 怎么样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他们的答复是说 还好还好 主席控制的很好 所以这个是会让亲民党 应该会冒冷汗的一个 副总统候选人吧 湘龙 我觉得亲民党不会冒冷汗 因为他已经是宋主席 最后的选择了 最后什么冷汗好冒 他能够找到林瑞雄 已经高兴了要命了 本来是连林瑞雄都没有 林瑞雄如果拒绝他 他根本就没有复仇 他连连署都没有 他有什么好冒冷汗的 你还是得要感谢林瑞雄 最后的时候傻乎乎的点 不会没有 随便找林瑞雄当户手也可以 李老大也可以 你怎么说我的同学傻乎乎的 我叫他去暗影 傻乎乎是一种赞美 我就觉得傻人有傻劲 也有傻福 但是林瑞雄 我不太懂 因为之前当他省引的那段期间 他出来的时候 包括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所营造那种气氛 大家问他说 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呢 他给他感觉就是说 因为他有感受到白色恐怖 没有啊 他当然有啊 他感觉到被 对对对对 他讲过 这一段期间 两个月这段期间 对对对对对 他感觉到那种白色恐怖 他自己想的吗 他为什么去看牙科的时候 觉得有人就在那边等他 因为那种恐怖气氛是他躲起来的原因 那现在为什么又不躲了呢 我觉得那个是气氛上面反转 但没有关系 就是政治是可以学的啦 有人学得很快 他的那个学习曲线是很平缓的 有人学得很慢 我不知道他学的很慢 就是该冒冷汗的不是亲民党 该冒冷汗的是选民 就是说你一个对政治完全的 就是说门外汉 那在7月份 当9月份宋楚瑜问你的时候 你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宋楚瑜甚至7月份的时候 说他连总统想都没有想过 换句话说 在5个月之前的时候 这两个人想都没有想过 然后今天说 我们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冒冷汗的是选民 你在投票的时候 除了我赌篮这个 我赌篮那个 然后我要如何如何 各种的策略性的投票 那种的政治思维之外 你在真的在支持的时候 这个人诉求当选的时候 你还是要认真的思考 除了你喜不喜欢之外 你放不放心 对我来讲 就冒冷汗的是选民 你认为林瑞雄 甚至于说两个人 都是70高龄 宋楚瑜今天身体 当然是很好 谁晓得70岁 这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你当了总统之后 如果你哪天突然间挂了 林瑞雄就当总统了 70几岁的人 当然除了神父雄以外 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这种情况 林瑞雄他不是可能当副总统 他是有可能当总统的 他比过去的任何一个人 都更有机会当总统 没有啦 没有机会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宋楚瑜当选的话 不会啦 对嘛 但是我是假的 如果他当总统 不是你说不会 唐向荣在每一个场合 都说这一组不会当选 是啊 既然都不会当选 那选民干什么冒冷汗 为什么要冒冷汗 为什么要冒冷汗 因为论子 他比方要冒冷汗 就是说亲民党不需要冒冷汗 亲民党应该要高兴到掉眼泪 因为林瑞雄看起来 要选民为什么要冒冷汗 因为他没机会 有什么冷汗好冒 不过我问一下 就是说林瑞雄 他本来就是一个 有高度的这种政治性格的人吗 不是 不是是不是 可是他在这个 各种各种不一样 对不对 答应参选了之后 他的言辞 真的都还蛮政治性的 有吗 有啊 他之前的时候 讲那个白色恐怖啊 然后昨天讲了这么长 人家教的啦 不是啊 要学那些不简单 不难啦 我本来原本还期待说 这个林瑞雄 这种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讲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话题 因为他念错书了嘛 因为这段时间 他都念四书五经 这样子 这个没有用啊 他都念四书兵法 他已经念到子子通通建了 也没有用啊 那有用吗 我大概知道乃静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一辈子没有想过要从政 而且也没想过说 会到这个总统 副总统的位置的时候 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 就算不会当选 他可能会借着这个场合 来讲一些 他觉得值得去奋斗的事情 或者他讲一些 他值得去推广的一个理念嘛 那尤其是贾萨 是一个公卫的教父来说的话 他可能借这个机会 然后呢 去诉说一些的 在台湾被忽视的 公共卫生的这些东西 但是确实 林瑞雄这几次 包括这一次他讲了 二十几分钟 也没有半个跟公共卫生 除了只有啦 H1N1 他把什么口罩讲成奶罩 我觉得这也是 所以他讲话坦白讲 蛮没有逻辑 有点颠三倒四的 就变成说确实 太有呛掌了 有那么一个机会 坦白讲 每个人都讲 有那么一个机会 让你站向这个舞台的时候 就算他可能只演十五分钟 但是你会抓住这十五分钟 讲一些我觉得 好歹你希望留下些什么 那林瑞雄到目前为止的讲话 我觉得他确实没有 那所以他显然的 那闭关神隐两个月 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的增长 如果说这两个月 只是让他多学会了一些政治语言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那我觉得其实这场戏当中 我认为宋水会捏把冷汗 但捏把冷汗的原因 并不在于说呢 林瑞雄可能会让他 譬如说本来他当选的边缘 现在不当选了 我就不是这个意义哦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宋水来说 他现在假戏真座越远越真 但是他这个副总统的表现 却让他觉得说 这个假戏真座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点假的成分 就是说要不然你副总统 应该选个更 就是感觉更像这个要选总统 而且可能要当选总统的样子 而不是一个大家会把他当做一个 可能话题性的人物 花絮性的人物 你不觉得吗 你说坦白讲 现在的老板现在看林瑞雄 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想说 哦不得了 最后如果当副总统的话 那我一定不要投票选给他 他会这种心态吗 不会 我觉得他比较 有点像看好戏的心态 这一点对于宋水这组大党来说 其实是有点伤的 补充一句好了 蓝轩刚刚称我的同学 是公共卫生的教父 大家都这样子说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把台湾公共卫生 历史上就是说知名的 就是说有可能当教父的 十个 那把他也纳进来 就十个名字 然后请公共卫生自己人 投票 他会第几名 他没有票 他没有票 所以他就是备份 他可能就备份啦 备份难高的啦 不是教父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 因为是沈医师的同学 各位前辈都讲过 我就不讲了 因为基本上去评论闹剧 也是一个闹剧 但是我觉得 好玩吗 这个整个过程 我是很有意见 因为昨天 因为他拿出了那个 国务院的契纸证明书 对对对 大家就有像比较有点像 那就算了吧 我们都拿到 我们就不要再披露 其实今天联合报 有写一段 我请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也没有注明 我这个幕僚不知道是谁 说话 四天之前已经接获 AIT的这个领取 契纸证明书的通知 但一直忍到昨天还公布 我们啦 就是要民众看清楚 揭发的人 名嘴及call in节目 乱骂的嘴脸 这句话乱讲 就让骂 就说 他这事情都不能质疑 那如果是这样 如果这个幕僚 讲的这个东西是属实的话 就说 玉木民主席一讲的时候 其实 当天 他们已经知道了 就有拿到了嘛 乃京 你今天不够意思了 我们两个礼拜前约定说 叫玉木民一定要再来 因为今天是登记的最后一天 对我忘记了 他们去登记了 其实几岁了 算了 我不计较了 如果说 我已经知道了 可是我就故意不拿出来 你们就尽量去质疑吧 报纸写 电视讲什么都无所谓 我最后讲一下这个就好 这个是友台的来宾 叫做侯汉君 他昨天讲 他说 这个美国表态 非常清楚 已经基本上 因为我都原知原味 已经基本上 这不知道什么文法 不支持马英九 不袒护了 这什么意思 各位看得懂吗 就让他参选就对了 我是看不太懂 他说放一个消息说拿不到 美国马上发一张给林瑞雄 马英九真正内伤 这样叫做马英九真正内伤 这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侯汉君 他说表示美国看衰马英九 非常鄙视马英九的做法 我还是看不懂说 这几天我们在讨论这个 马英九讲过了什么 他是不是有漏新闻 是不是提前我一下 因为我说 乡亲你看好清楚 他说报纸之一之后 美国隔一天就给证明 立刻给马英九南刊 这是力的朋友 他们评论这件事 所以我不是说 我们要继续去追问说 亲民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拿到 又不讲什么 不是 我是告诉我们 节目的观众朋友说 看清楚 看好清 认好面 这件事 我们可以说到这件事 其实我们都要检讨 人家多厉害 已经讲到那边去了 这个角度 真的非常的犀利 我要赶快补充一下 就是那个右上角 那个圆形的图章 是礼拜一 礼拜一 是美国国务院 在华盛顿 美建华盛顿盖的章 那个是台湾的礼拜二 所以他拿到的 不会早于礼拜三 或礼拜四 所以故意说留四天 看你们怎么修理我 这个根本站不住脚 时间上都不拢 如果依照 这个陈正胜的说法的话 他们是说在礼拜三 AIT下班之前的时候 他们才拿到的 这可以 这勉强通 他是不是有这样子 这个勉强可以通 对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 亲民党很奇怪 就是说你这个一拿到之后 就正常人的话 应该是很快的 就告诉大家 我们就拿到了 他礼拜三晚上 下午晚上黄昏的时候拿到 他礼拜四去登记 不需要提早 不是啊 可是他们礼拜三的 都有那个亲民党的人 在这个政论节目上面 已经预告了 那时候已经预告了 要不然就是说 他们自己也被蒙在鼓里 要不然就是说 他们还是希望 借这件事情 来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 非常无聊 你认为这个团队 每一样事情都有通知 李老大 通知陈正胜 通知刘文雄 有吗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三个人 在节目里头的口径 都不一样 我只是觉得 宋先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 真的是可以再更光明磊落一点 不需要这样子来操作 然后绿营会从这个角度 来去解释说 给了林瑞雄 这个放弃国籍的证明 就是要给马英九难堪 这个联想真的是 也是也算是厉害了 今天我们要帮我们再回来讨论